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西华宫还会再增派兵力 太后身边的人也都是值得信任的 不用担心 但是千万别声张 以免让母后担心 野儿 母亲 这些天你见过崖兰珠吗 儿子没见着 怎么 您找她 前些日子她经常来看我 这些天没见着她 她爱热闹 多半啊 是去找扶瑶他们了 让她去吧 这些日子也真是苦了她了 不过 这个孩子倒是比原来董事多了 我是越来越喜欢她了 母亲喜欢就好 野儿 有件事情 我要嘱咐你一番 母亲您说 如今大事底定 天煞终于有了盼头 总算让你的父王可以瞑目了 但我知道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 这头一件呢 就是论功行赏 安定人心 我知道你已经做了 这第二件呢 就是你应该考虑一下 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你年纪不小了 不能老这样一个人 这件事啊 儿子还没有想过 新王登基 百废待兴 天煞刚刚经历了战乱 你的一举一动 不能单单只考虑你自己 这个城邦和百姓 需要这样的喜事 你是天煞的王 你不可以再像原来那样犹豫了 我记下来 我这会儿 突然想起一个人 前些日子 你偷偷进宫见我 身边有一个姑娘 她的名字叫富瑶 果然是她 这个孩子一身是胆 又有情有义 的确是个好姑娘 是啊 要是没有她 我也不可能活着离开长寒山 你喜欢她 你这点小心思啊 不用说我也能看出来 是 是 当时在太渊的时候 我还给自己立室 此生非她不娶 我还能分析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扶瑶忠肝义胆 举世无双 他是我的好兄弟 一起生一起死 不能背叛的好兄弟 感激上天对我不薄 又给我另一个好姑娘 你是说亚兰朱 她虽然算不上聪明 有时候还笨笨傻傻的 但是这一路走来 不管有多么苦多么难 只要我说去 她不管有多害怕 都会寸步不离 为了我 她做得太多了 想不到 你这石头般的顽固性子 终于被她打动了 她如此爱我 我定不会辜负了她 请母妃准许儿子 赢取亚兰朱 快快请起 燕儿 母后听到你这样说 替你高兴 可是 她的眼睛看不见 王廷是否容得下这样的王后 还有别的百官群臣 你又怎么面对他们的质疑呢 她说牧师明是为了救我 没有她 就没有这个永济新朝 要是此时嫌弃她不够体面 担不起王后尊荣 那么我战备业 就不配当这个王 如此 才是我战家的好男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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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